韩宗很厉害 他用那个字本来面目 然后赞除佛法 我们这三年帝国 没有这个本来面目嘛 找回也是本来面目 但是他叫到八十一 当时大人 当时语言断道讲不出 佛与佛之间怀念经来讲 他们就会更深知的知道是什么 也不是用理念能够讲出来的 所以佛法生是这样的 我们要尊重为佛 归佛归法为主 才能够真正去看 你如果本身都只是认为伦伯 好像我们听诚很久只要用这个字 我他叫做伦伯 你看他多骄傲 每一次我伦伯 你不可能看到你的真我 就是所谓的清真书 所以这个大体上一了解的话 你每次的修行早晚课 其实你照做 那个修行事也是不得了 以前是那些八分 咒没有吗 十小咒里面 你看一下他每一个咒他都讲 是在有那个一支一支的清醒 晚上周末要做八十八佛 要念阿弥陀佛经典 这个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和禅宗和其他各方面的 那个汉船的始终 没有什么不同阿 也是要警察同样东西 朝来做什么 反正我是觉得汉船里面可以的话 这些方面 谁都可以的 应该是把这些宝阿 城市供养 库持给他 流传下来 要有人担担起来 像弘一高师 他说戒律方面有 他就是专注去 现在就是 我还没有看到 可能以后慢慢去参学一下有其他的 是希望 因为到最后就好像法师讲到一支 我们本身是出权人 不管是出权人还是在家人 你知道 佛法是法 对人类是一定 不只是人类 其他众生 都能够 绑到他们 因为每个人都要快乐 只是他们走到方向 有些人要快乐去搭奖 去做其他 帮助一种东西 都是为了好笑 每个人要想到快乐 真正的快乐在佛法里面 他指导你一个用智慧 去看到真正的心情是怎样的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佛法 在我们人间呢 一定要每个人要有责任 当你越修的时候 你越 好像法师这样 他已经有一种相应的反应 他更肯定 有一个反应 知道有这些东西 你就要尘世共的 固执这个佛法 你有一个这样的 mission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目标的话 你会觉得人生很有意义 你在做之中的时候 你要了解佛法里面 所谓的智慧日塔 用一句简单 佛法最注重的是 大慈大悲 不是慈悲法 大慈大悲 每一个法 都要建筑在大慈大悲 从大慈大悲里面 再引申进去的 就是菩提心 所以很多事情 不管是恩怨情愁 你一个菩提心来 或者慈悲心来去看待 退一步海过天空 那个慈悲心 很有智慧 就是以一个 为了佛法 使佛法更能够使个人 人家觉得精确 发心充满的 精确到一个人到 他有他的理念这样 他也有他的日常这样 好好的去做这样 各人就要 互持 各方面互出佛法 像你在修行上 在生活上 你都会觉得很无意义 其实这个日常生活 一了解到这一点 慢慢去看 这个也就是一个闭关 深苦力的闭关 不用去看人 他要这样 我要跟他这样的闭关 他也要这样 我要这样的闭关 我们可以自己的深苦力的光 我们现在我出来 没有办法要出来 只是要讲说 你要去那边做闭关 你这边发生有一个 要本来很有缘的 你要去见他 这边中心那边 要搞好他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在学习 他们有点 听他的 我们之间也是 到最后那个字出起来 也很重要的 全部都要放下 有这个机会 学习不是学习 不要去想 随人肚子 有时可以的话 可以做到什么 不用去管人间 本来是这样 有时当然要计划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很多时候 我们是随意也流传 所以我们是随着那个医院去做 开开心心 清清楚的去做 当然 这边有条件 我本身是 你要去管人 有时可以 有一些管息不管人 管息不管人 管息不管也要争取 那时间在里面 也要好像 事情还跟我说讲 你弹一个琴的话 那神子不要太 把他听到太紧 太紧 太紧就断了 所以应该休息的休息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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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静静的应该 所谓的静静我觉得就是 你 要有恒心不放弃的 意思是上去 就是说 我今天一觉 一十小时不睡觉 不到达 这样的意思 不死 然后圣体 一定要健好 吃得够 睡得够 也要做得够 阿世 给一些 阿世讲得 比不倒的 还有问题 人 生 到死之后 生的死之中 也是一个通名神 过程 过程 死也就让你头戴之间 很多时候呢 上庄佛法讲得比较细 就是我们有时候 我们就是说 那个人死了七七四十九天 他们就会讲到 那人死的时候 他是怎样子的 那个四大慢慢的消云 消云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朋友的那个情境 本来的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是没有了 没有那个 又输在里面 朋友的那个 所谓的情境 他们就要死光 你就会一刹那些线出来 如果你懂 或者你修梗珠 你懂的时候 你在一种梗珠的境界 那种环球之中 你就好像如此相应 你就在那边就了脱 像我刚才讲的 阿世音的 大英五子修了之后 比如说 在身里面 你都不能了脱 还有一个拿六六法 讲到就是 好像拖拉法 牵制法 中心神 在那边 这种方法 也是在你那段时间 你不用再 流落另一个生死 你救了脱 真的 因为你本有那个 本来有那个 所谓的如来将来的情境性 所以 他那种阶段 有时候 他大事都很清楚 有时候你会看到很恐怖的现象 像是 一枕头下来 打鼻 那些 如果你在那种境界 你没有羞职的话 你会乱 心都乱 更不能想到说 你怎么样去能够自主做 下一次你要讲自主 所以有修行的人 他们有时发愿 他们可以说 下一次 我的愿力是在那边 我要求神 所以是说 我的愿力 不要像我们说 这么发愿 心愿行 我们进去中 发愿去西方去的西方 愿是很重要的 所以 有时候 有很多佛菩萨 以各种形象出现 那一天 那个时候其实要救助 中医生也有讲到不思 但是 如果很多人不懂的话 你看到你叛逃避 你就变成失去那个机会 然后过了某一个阶段 其实是几天里面 可能到了那个阶段 你就会发觉到 你要找回那个身体 因为你的神势已经离开了 你要找回那个身体 那时候你又不懂的话 可能你就 看到你境界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 如果你就 有时你 进去人道 你又叶利时 你去拜进那个 出生道 那些猪儿 狗儿 亚儿 或者你就 阿修罗套 这方面 所以他有讲得很详细 这个如果要堂 就 有一个三段 所以那边 他就有那种 霍阿法 我们讲 是我们信徒的 信徒 一路来我们说 阿弥陀佛里面 一至二至三至四至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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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什么时候用来 给他弃得上去 那个光脚 一准哪个佛法是我们上去 大概啦 你们要自己让他去探讨 然后从那边就上去完之的时候 所以他有拿一个佛法 也是一个佛法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 作为一个出家人 如果可以的话 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小的方便 就是你不是在学会去证实一下 你变成不会 可以打造真正自家佛法讲到的法 因为必须有必须的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三大寸都在那 南船的法师在马来西亚大盟出去 后来 华人在鸦片战争的名字 是第三代 祖父那些就没有 是在庚庄的游戏 在那边 游戏游戏 所以汉庄后把人都进来了 你的师父会人伤 也是从古山 我们前世那边下来 到最后来 在开放的西藏那些 很多法师有纪念过来 我们就看到释迦牟尼戏 密戏法没有过来 密戏也不是说没有到过中国 到过中国 到最后是日本的密集 在中国没有那个语言 我们注重的是密的法 也是很好的法 心理传说各方面 所以那边也看到 上船也看到 上船也看到 这方面也看到 现在呢就是说 像说 据说你说狼塔那边 他们是注重狼塔 所以他们也 到最后他们的学生也是 看到他们也是 也是比较开放 好像我以前在那个 泰国南部那个大学 收进来的学生属然都是 很年轻的 20岁21岁的 全部在泰国这样的 他会跟你讲 你们都不是佛法 你穿那个是汉船的衣服 那时候我穿汉船的衣服 我们的才是怎么佛法 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小时候这样 我们那个时候是 刺方面 全部是素 他就觉得很 不能接受 我们是脱脱 人家给什么 我们都吃的 所以就有一种叛逸性在那边 后来我们就慢慢改善 刺的方面 他关了 他接受了 他觉得 这个也是很明显 后来 有讲那个佛法 你讲的跟我们也差不多一样 本来之心 要吗 释迦牟民佛的法 你是穿的时候 你在中国 你去穿一下南传的衣服 不得了啊 那个皇帝都可能不给你洗世约 那些大哥有厉害吗 汉船的装饰 佛法的精髓全部那些重点都是在哪里 替海青 他好厉害 海青那种都挂 我们这些都没有得挂 又这样 好 藏船也厉害 在那边 他们有正教贺义 正教贺义 做头的 都是佛法里面最尊重的 是讲说一些佛法 他就叫他在整个 要老一圈 给人看他的佛法乱乱改 不可以 所以他有他的地方 他穿的衣服要这样的人听见你 一定要穿这样的比较热的感觉 吃的是张巴 我们说张巴 那个你们 那个 我们看到我们几次吃不惯了 你跑进那屁雪山看一下 那种张巴放了下去就吃 你身体会够着 你喝他的那个酥油茶的奶 你喝一杯好过你吃 那一个韩国师父 那吃了十多碗粥 他都还觉得冷 那张巴一个这样一吃 你就不要 他适合于他的国情那边 所以他们也要做 这边你适合你台湾的国情 你一定要做 我们就通了 以后美国 美国里面有佛法的国 我们到底在 他的释迦摩尼佛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高壁子 他妈像白神人的样子出来 泰国的那个佛 他是泰国人的脸 汉传的佛 就是很富豹的那种脸 法师那个佛 所以这方面佛法 我们现在一定要明白 这点就是 不会佛法才能够团卸起来 能够同样 然后所讲的就是 如果你整个 完颜是 要护持那个佛法 有这个责任的话 这样就觉得会 越做越觉得很值得去做 然后你讲的那个 什么 禅心的 我觉得如果禅心的 你讲的禅来讲 外部主向内部 外部主向内部乱 就是禅病 所以长到最后呢 就是 恢复为你本身的朋友的经历病 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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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问题 有一点就是 可能法师 可以 可以 给一些那些意见 现在的年轻人 是 我们看到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也有我们的思想方面 然后那些 然后法师也用一种 例外方法来度我们 不像以前 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一样了 是 实际上 现在是一种 手机也不同啊 那个网络方面都很发达 然后他们的 方式 在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看到的 有些他们就是 没有机会 认识到佛法 有时候在 就是跟着潮流走 有时候 就我觉得 可能会浪费时间 法师的看法 在台湾这方面 人情的人 是哪一方面 可以帮助到他们 台湾现在也很严重 以前大专院教里面 都有佛学社 现在也几乎都没有了 有 也是有名无使 所以 现在大概这个网路上多少 还有一点点影响力 就是有些人有兴趣的 那 台湾当然有很多寺庙 他也都会办一些大专佛学讲座 是暑假的 残修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 还有一个好的现象是 台湾现在因为整个精气很糟糕 那这些年轻人 当然有几种类型 有些人就是 我们台湾流行的话 叫靠巴主 靠着巴巴 之后他也不去找工作 反正家里还可以养他 这是一种类型 然后另外一种类型就是 大概就是在外面混 那比较有思想的可能 现在他们多少好像也会主动 虽然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接触佛法 那出了社会以后他反而会主动想去认识佛教 到底是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资讯还蛮发达的 所以我想 大概他们怎么样可能 我们没有办法去实力 但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如果我们随时把那个怨心提起来 然后放光 就是用意念去希望有缘的能够过来 好像也会 好像也会 你要给他他不一定会要接受 他跑过来就很容易谈 最近也都有几个年轻人 他们都主动跑过来 那我们当然如果说准备好 他们就会 可以迎合他们要的 就是说给他们一些答案 那就会越来越有兴趣 现在年轻人 讲迷思也很迷思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 讲他们很自我 就他们对自己很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你要随便影响他 除非他主动来 所以可能还是要回去 以前那个跟钟一样 他不扣不响 你现在要用积极要去推广 到最后可能就是投入很多 然后也造成某一种 某一种影响力 但过了以后 就都没有了 就好像我们昨天去参观 你把它做得很大 人很多 但他影响力到底有多少 我觉得不见得 所以还是实修 然后实际 发愿 随时去召感 就有缘的是不是能够 诶 他们 我个人是比较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非常孤艺